从而实现增加设备而不增加人员 提高功效而不增加耗能 提高产能而不增加成本 增加功能而不提高售价的目的 完全能满足现在各种企业的要求 设计人员采用机械原理全制度功能 成本降低 所以售价仅为数控巨床的50%左右 并且维修简单维修成本低 其合理低廉的价位 完全满足了各种小企业和个体加工库的需求 先进的硬压设计 不仅比普通巨床节约耗电30%左右 比速控巨床节电更多 而且低压键使用重力更可延长3至5倍 电动的塑料滚轮比速控的塑料更直接 从而节约时间提高效率30%至50%左右 独特的前定位装置 可实现对弓箭尺寸进行微调 从而实现锯切精度在30丝的误差之内 使用的下压紧装置 可实现乘数巨切 简单的操作面板 不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操作 目前该技术已获得国家专利 并在市场销售过程中 该产品具有高效 节能 长寿 简单等个点 获得用户高度评价 在与数控巨床的比较过程中 非数控全自动金手带巨床 就更能显示它与众不同的工作效率 在使用相同的巨条 与些同样材料的前提下 它简单快捷的塑料方式 和使用的前定位系统 决定了它在相同的时间里 工作效率明显高于数控巨床 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而在耗能上 却因为其独特的液压设计 比数控巨床 节约了百分之三十左右的电能 在操作方面 非数控全自动巨床 不需要专业人员操作 对文化素质和专业性 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 而数控巨床 则需要受过专业培训的专业人员 才能操作 在维修方面 数控全自动巨床 必须生产厂家 派出专业维修人员 到用户处进行维修 并且维修周期长 用户使用经验再丰富 也不能自己维修 配件也是厂家专购 不能当地采购 所以还要承担高昂的维修费用 这样就会影响到用户的生产状况 而非数控全自动巨床 因设计简洁实用 配件可以当地采购 根本不需要专业维修人员 使用经验丰富的用户 自己就可以维修 这样既不会因为维修的问题 而耽误用户使用 影响用户的生产 也不必承担高昂的维修费用 在价格方面 数控全自动高昂的市场售价 让中小企业和个体加工户望而俊不 根本是渴望而不可求 而非数控全自动巨床 低于数控全自动近50%的市场售价 正好完全满足了中小企业 和个体加工户的那种 既要提高产能 又要节约耗能 但价格又不能太高的需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1比16 1比20的比例 加装吸血液与水 使水泵正常工作 打开铁座后盖 加装涅压度 使油面握至滤网上温 驾订队 使塑料小车上平面 与塑料滚上平面进行 接入电源 打开铁开关 检查取代轮是否反转 如反转 顺时针旋转 又缓针向线中的两根 极限正确 鞠躬自动升起 掌紧巨条 根据材料 调节目前开口大角 一般在材料直径基础上 加宽两厘米即可 打开主电源 按下下降按钮 根据材料直径 了解部组柱上行开关 使具条距离材料两厘米即可 材料前端超出巨条 与定位螺杆接触 根据所需要的尺寸 调节定位螺杆的强度 首次锯接 将全自动与半自动开关 搬到半自动状态 完成第一次锯接后 进行测量 然后对定位螺杆进行微调 工线如何要求后 将全自动与半自动开关 搬到全自动状态 在技术季 输入所需要的数量并保存 打开技术开关 按下运行开关 就进入全自动工作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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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开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关